女管家收官夜收事登顶 张军宁开启霸平模式由张军宁主演的民国传奇女性大剧女管家 已于上周迎来收官 收官之夜更容得收事榜首 这部讲述民国传奇女子成长时的电视剧 自开播以来便验发热议 收事排行直线上升稳坐前三 张军宁精湛的演技广受好评 口碑及收事获得双赢 引领全民追剧热潮 网友们纷纷表示 舍不得大结局 军宁演技爆表 尤其是哭泣让人看了十分揪心 女管家收事登顶完美收官张军宁口碑 收事双丰收巨息 电视剧女管家自开播以来收事稳坐前三 大结局当晚更容得收事第一 口碑收事双丰收 该剧讲述神医后代东方旌旗 张军宁是 从小背负着缅门之仇 当他一步步向仇人杜家接近后 发现事实的真相与其所想天差地远 便立致进杜家豪门回报恩情 在其微带之际伸出援手力挽狂澜 剧中张军宁饰演的东方旌旗外柔内刚 从一个丫鬟 励志奋斗成为豪门女管家 即使路途困难重重 她却从未向命运低头 成为大管家后更遭遇民族国仇 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展现其坚韧不拔的正能量形象 为女性自主奋斗形象树立新标杆 该剧播出后 张军宁评级着人性真挚的情怀 写实表现出的国仇家恨 自然演技吸引一大群忠实观众 张军宁开启霸屏模式作品 轮番上线也期待近日 张军宁的作品轮番上线 无论是大荧幕还是小营屏都可以 见到她的身影 除了近期受到网友热议论的深夜食堂 张军宁的十八般哭泣令人揪心 力往收视狂来外 女管家口碑收视双收 由她参演出的大军师司马一支军师联盟 也正在热播中 三部电视剧同时上线 且都创收视佳绩 收视榜中稳坐前列 让网友直呼 收视排行榜上全是军宁 张军宁就是收视保证 张军宁参演的大军师司马一支军师联盟 虽尚未有其兴奋播出 但仙道预告已经播出变影额观众 严谨期盼 三分喊话 百夫人快现身 举行尤其主演的电影《六人晚餐》 也正在影院热映中 粉丝纷纷表示 在哪都可以看到军营小姐姐 简直幸福感爆表 有前有后仙气 李若同凯里 NG最爱右边面 热捧为经济大热的24岁 相气 李若同凯里 NG 今日穿上粉红贴身裙参加复选 一度尴尬就套路三维数字 只肯说自己酷爱骑马 在凯里的个人社交平台内 只见她的骑马英姿几次出旅游照片 虽则为游泳装照 仍敏若见到凯里身材不错 可谓有前有后 最搞笑当中很多 她右边面低向 莫非凯里觉得这个角度的自己 是最紧同冯德伦那花辫 舒奇大声困扰内情 舒奇与冯德伦 于去年结婚后 两人言语间不识大善恩爱 不过舒奇近期在社交平台 多篇感性留言 就惹来部分网民猜测感情生变 但舒奇近日都多次否认 日前她就在FB医生 过程辛苦了点 原来舒奇直近日的言论 是因为皮肤过敏造成困扰有感而发 最近她吐苦水 致自己皮肤敏感又发作 并说 求过敏别发作 谢谢你 我爱你 舒奇在FB上大声 我觉得吗 我的脸上有许许多多的故事 每个看起来都很可爱 且有深度 只是或许有时或成辛苦了点 不管结果如何 开心还是最重要的 Don't worry be easy 对不起 请原谅我还是要对自我的工作负责 一众网民见到偶像被敏感所困 都窝心的留言送上祝福 军舰岛同行公开表白 太太太喜欢宋仲基 了宋仲基 虽然在被监狱宋慧桥 同游客领导证据 踢爆二人之前否认一事 但无损他受欢迎程度 今日宋仲基与黄正明 苏志谢 李真贤及童星金秀安 在首尔出席电影军舰岛 show kiss活动 一身灰黑打扮的宋仲基 笑得很开怀 更加帅气 众人聚在一起 都是一家人般开心 特别是金秀安公开 对各位前卫的评价 令现场笑翻天 金秀安说 因为第一次跟 黄正明见面时 对方的脸很红 所以有点害怕 后来对方给他很多好吃的 就变亲了 至于苏志谢 他说 志谢阿婆教我玩皮牌魔术 大家都惊呆 他叫苏志谢阿婆 并纠正式叔叔 他仍坚持是阿婆 对于宋仲基 金秀安所行来个表白 说因为实在是太太太喜欢宋仲基了 连他的履历背景都会飞 然后因为实在太喜欢了 拍戏无法集中 意味没太多对手 戏感可惜 黄正明 黄正明也自言在电影里 饰演金秀安的爸爸 但这孩子更喜欢宋仲基 这时宋仲基就站起来 走到金秀安面前机长 又联系摸小女孩的头 众托驻寒落台 郭富城交其罕见晒运渡 四只纤细好逼人 51岁郭富城 成成 于29岁中国小魔方元 四月完婚 传方元当时已怀女娲 早前也被拍到小富威普 不过两人对此颇为低调 但不知是否到了公开的时机 方元总主动在微博 晒出全身照 运渡明显 间接承认自己怀孕 方元微博近期照片 多一扇半身为主 为拍到运渡 他昨天参加永恒经典 奥黛利赫本旋展上海站 罕见晒出全身照 只见他穿着威灵 黑裙及粗跟鞋 戴着墨镜高贵而优雅 由于裙子有设计出腰 令运渡更加明显 不过他四肢依旧纤细 身材维持得相当好 网友纷纷只喊肚子肚子 真怀孕了 恭喜 手臂还是好戏 好美 有网友目测他的运渡 至少有五个月 预祝他生产顺利 梁朝伟五十五岁啦 刘嘉玲善寿讨讨厌梁朝伟 收到一桌寿桃过生日 影帝梁朝伟 韦仔 经过五十五岁生日 他老婆刘嘉玲凌晨 在微博善出庆生照 照片中美仔面前 白马大大小小寿桃 他低头看着寿桃满脸笑容 看来相当满意 刘嘉玲也贴心写下生日快乐 温馨替老公轻声 去年韦仔生日时 刘嘉玲就曾在微博晒出 韦仔拿着寿桃 遮脸的俏皮肤去照 今年更加被晒出 韦仔与整桌寿桃的合照 不少网友看了 纷纷住韦仔生日快乐 也有粉丝中呼求 刘嘉玲晒出 夫妻俩的合照 缩纷住韦仔生日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 选择 肢